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为自己要死于荒郊野外时 看见了一个骑着一头小毛驴的姑娘经过 她把人拦下来 带我去找大夫 我给你十万两 没等林浅回答 夏黄拔出剑架 在林浅的脖子上 否则我杀了你 林浅吓得瑟瑟发抖 本来她就想救人的 反倒不想救了 她不懂武功 不救她救得死 公子 先把剑拿开 我就是大夫 叫什么名字 林浅 林浅被吓得发抖 想也没想就用了真名 林浅将身上带的药全部给了夏黄 外伤的内服的都有 夏黄却还不肯放过林浅 带我找个地方养伤 否则 夏黄又拔剑威胁 不能住客栈 不能住人多的地方 林浅愕然 这一定是个逃犯 林浅出来乍到 不熟悉地方 在夏黄的命令下找到了一处偏僻的房子养伤 半个月后 夏黄痊愈了 临别前让林浅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 你家住哪里 我日后好把剩下的银子给你 夏黄身上并没有带足十万两 只是给了一部分 我是孤儿 居无定所 这次林浅倒是聪明了 撒起了谎 剩余的银子就不用给了 告诉我你的名字就行 半个月了 林浅都还不知道他叫什么 你只需要记住 我性下就好 名字都不敢坦诚相告 林浅再度怀疑他是一个逃犯 林浅也不多问 生怕给自己带来麻烦 夏黄有点心疼他 但也羡慕他 一个人多自由自在 不像他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还被兄弟残杀 默默地喝酒 刚离家出走就遇见了这么个怪人 林浅这些日子很是压抑 需要喝点酒来解解压 他也端起了酒杯 两人默默地喝着 谁都不说话 直到两人都喝高了 话开始变得多了 林浅问 你是杀人犯对不对 你不是孤儿对不对 我先问的 你先回答我 好 我先回答你 我不是杀人犯 试下 夏黄想告诉林浅自己的真实身份 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已经给了林浅五万两银票 够林浅吃喝一辈子了 两不相欠 林浅也不追问 默默地喝酒 没多久 趴在了桌上 紧接着 夏黄也趴在了桌上 次日 两人在同一张床上醒来 衣衫不整 昨晚的事是怎么开始的 又是谁主动的 两人全都不记得 夏黄不是烂情之人 既然发生了 就得负责 林浅 我会负责的 林浅很平淡得道 有什么好负责的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只是衣服被蹭乱了而已 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我是大夫 当然知道 时辰不早了 你赶紧走吧 别耽误了时辰 临别前 他再次问林浅 我们昨晚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吗 林浅非常肯定道 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等我忙完了 会来找你还银子的 你可别到处乱跑 林浅点点头 夏黄没想到 这一别再也见不到了 夏黄回到夏国 给先皇过寿 顺便收拾了自己的二弟 再来寻林浅时 怎么也找不到她 她当时是想带着林浅一起走的 但是不确定 两人是否真的发生了关系 当时的她并没有发现 自己对林浅动情了 只是在寻不到林浅的日子里 她一场想念 想念和林浅在一起的 那短短半个月的时光 她一人在御书房里 看着林浅的画像 默默地流着眼泪 如今她后悔莫及 早知道如此 当初走的时候 就应该把林浅一起带走 她的女儿也不至于流离在外 林浅相信她不是个杀人犯 但是知道她的身份一定不平凡 林浅不想 将来与她再有任何瓜葛 从此隐姓埋名 怀着孩子嫁给了穷书生袁杰 袁杰知道 当时所娶的妻子 陈婉是怀了身孕的 只是不知道陈婉的过去 她也不想知道 两人是各取所需 当时化名为陈婉的林浅 想让孩子出生后不遭人唾弃 袁杰则需要银子 林浅生袁夏时失血过多不假 但是没有早产 是袁杰为了担心别人说三到四 而对外称是早产 林浅闭上眼的那一刻 她也不曾后悔 所以让袁杰给孩子取名为袁夏 她用所有的银子 来恳请袁杰把袁夏养大成人 袁杰点头答应 她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陈婉和袁夏被安排住在夏国皇宫 到现在为止 袁夏脑子还是一片空白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是夏国的公主 摇着陈婉的手臂问 我是不是在做梦 陈婉看着她的眼睛 不是做梦 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我怎么觉得还是在做梦 袁夏引导陈婉打量自己 你看看 我这样子哪里可能是公主 要样貌没样貌 要才华没才华 要头脑没头脑 陈婉拉着袁夏来到同镜前 袁夏一脸懵逼 带我来照镜子做肾 好好看看你自己 袁夏以为自己脸上有脏东西 急忙看着同镜中的自己 发现脸上没有任何的脏东西 着装也没有凌乱 她不解地想开口 却听见了陈婉的声音 镜子里的人机灵聪明 模样也不差 就是不太自信 偶尔犯迷糊 夸她就好好夸 为何非得把她缺点给搬出来 你就不能好好地夸夸我 陈婉宠溺地刮了一下她的鼻梁 那你想我怎么夸你 夸我美若天仙 夸我才高八斗 学富武车 夸我无所不能 陈婉浅浅一笑 慢慢道出 能上房接瓦 嘿 园下扬起手 想给陈婉一拳 她的粉拳被陈婉握住 怎么 难道为夫说错了 她过去上房接瓦那是家常便饭的 园下丧着脸 没错 那你为何不开心 呵呵 园下 皮笑肉不笑 没有啊 我很开心啊 她能开心才怪 她希望陈婉能忘了 她是神偷的事 不然以后有的她瘦的 突然 陈婉勾起她垂下的下巴 双眸炯炯看着她 你或许不是天底下最漂亮的 也或许不是天底下最聪明的 但是 你是我独一无二的 果然是与众不同的人 夸人夸得 让人面红心跳 原下觉得自己 脸颊在发烧 娇羞地低下头去 你也不许不是天底下 我说你看你 你给我开心 class complet 谢谢 感谢观看